大家好 很高興可以提早過來這邊 跟大家分享一下關於open source的一些想法 這份簡報其實我已經講了非常多年了 然後從2013年版2014年版2015年版 現在已經到2017年了 那每一次其實因為這簡報上面沒有什麼字 都是圖片跟emoji 所以我就想到什麼就講什麼這樣 那基本上我做open source做蠻久了 那open source的一個特性就是每個project 就要找一個很容易可以google得到的一個關鍵字 那除非它名字叫做go那就很難google得到 那所以呢這個如果很難google得到的話 你至少要很漂亮的這個mascot 就是很漂亮的icon跟圖示這樣子 那這樣子一整排列出來就可以知道你參加哪些社群 那我從就是很小的時候大概1995年左右就開始做 當時還不叫open source跟沒有這個字叫free software 然後那在做這個社群的時候呢 其實每一個每一個社群它中間重疊的人很多 然後慢慢慢慢就形成出自己的一套open的一個文化 那這個文化我把它簡單來講的話呢就是 我們要試著引導出一個安全的空間 那在這個安全的空間裡面呢有各種各樣不同創意的人 那這些人呢它主要的一個motivation 主要的為什麼要來做開源的一個主要motivation 就是想從各種各樣不同的人中間互相學習 那互相學習的方法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想到一個idea就去做嘛 那做的時候呢做到一個程度別人就會跟你說 這個idea其實不work 那你就可以跟他說這個就是commits welcome 就是說那不然你來啊這樣 那所以就是說用這樣子的方式這個不斷不斷地彼此工作 那這樣子的話呢大家在腦裡的想法就不會只是想法 而是可以化為行動 那每個人做一點點把它化為一點點行動 那加在一起呢就可以產生出很大的影響來 基本上每一個社群它都是有某種使命 就是它想要把社會改變到某個狀態 或者是它要解決某個 其實一開始也不是解決社會問題 通常只是解決作者一個人的問題了 但是後來就發現說它這個人的問題也是社會問題 所以就一起解決了 然後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呢去不斷不斷地回到這個空間裡面 又創造出新的project 然後呢又去做它這樣 那最近因為就是我同時也是社會企業的政委 那所以就很多人會要我定義社會企業 那社會企業其實是一個非常非常困難定義的一件事情 因為每一個社會企業 就像每一個open source的project一樣 它想要做的事都不一樣 它都有一個不同的這個社會使命 就是一個不同的mission 或想要解決的一個社會問題 但是呢有一個東西是不變的 這跟open source是相同的 就是說它在左邊可能有一些人 然後它在右邊呢有一些組織 然後呢這些組織呢 好比上說今天來的很多組織嘛 這個我們有apache基金會 我們有開放文化基金會 然後我們有各種各樣子的 不管是基金會也好 或是投入open source非常多大公司也好 然後或者是任何情況的組織 那這些人這個為什麼願意用open的方式做在一起呢 我覺得就是剛剛講的有兩件事情 一個是說它想要讓整個環境 就是整個業界的環境也好 或人類使用電腦環境也好 或者甚至更大的環境也好 讓環境變好 也就是說在做這些事情的過程之中的那個product 是可以開放出來讓整個業界 然後整個人類社會 或甚至不只是人類使用的 那這個東西呢就是contribute to society 就是說它可以回饋給這個society 可是如果只是這樣的話 其實就跟一般企業的社會責任 其實沒有什麼兩樣 那我覺得open source另外一個可貴的就是說 任何使用者在以前它只是消費者而已 但是呢它現在都可以透過某種方式 來參加這個組織或這個專案怎麼樣運作 那我剛剛已經講了 就是提出這個東西很爛 就是所謂的發issue 這個是一種參加方法 或者說你有些技術能力 那你幫忙解issue 做出contribution 那這也是一種參加方法 但無論如何 它都是一種有系統的方法 讓你不只是就是傻傻地用這個 別人寫好的程式 而是能夠參與開發這個程式的過程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環境上的也好 治理上的也好 人群之間也好 企業之間也好 open source就是這樣一個循環吧 把大家這樣子放在一起 那我今天就是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可能只能把人就是social這個部分 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其他部分可能就要等後面的其他專家們來分享了 我常常覺得說就是做open source community 其實就像一群 然後忽然之間就是就走出一條路來 因為這個地上常常是本來是沒有路的 然後你覺得在這個地方需要解決一個問題 然後你就試著往那個方向走一走 走一走走多多的就變成有路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為什麼大家會走在一起 其實一開始可能常都是陌生人 我們在就是open source contribution的時候 大部分碰到的人都是陌生人 可是因為反正隔著螢幕你也打不到我 所以說呢這個事實上陌生人是很快就可以彼此信任然後合作的 這跟現實社會裡面其實不太一樣 我們叫做swift trust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人都不是自己一個人 他是在一個社群裡面才能夠成長 就好像要在花園裡面才要成長一樣 那當我們參加開人專案的時候呢 其實常常的結構是這樣子 就是說像這個是一個快閃的表演嘛 中間可能只有一兩個 這個當初就是很想發願 要解決某一個問題的這個坑主 然後呢旁邊呢就會有一群這個 旁邊這個敲敲邊鼓啊 看到什麼問題修一下啊 這種旁邊的contributor 可是呢其實我們看到像維基百科 或是這種很成型的open source專案 我們看到的都不是這個 都是旁邊那個圍觀的 就是好像拿來抄作業啊 或怎麼樣的人 就是說這些end user 他其實也是 事實上才是open source的一個重點 因為如果沒有這些人的話 那這樣我們永遠就是中間那一兩個人在玩 他就不會有一個慢慢的 從旁邊到中間的這樣一個過程 所以這個分界其實是非常模糊的 就是有些人只是說 欸我只是user 可是用一用也許我就會開始promote 覺得logo很爛化 一個更好的logo 或做測試做模組等等等等 這些東西其實都是非常重要的 這個呢就是在當年這個 就是open source movement 剛開始出現的時候呢 當時他就是說 欸有一個這個目前已經是 改邪歸正了的一家公司叫做微軟 然後呢這家公司呢 當時就是基本上就是所有的作業系統啊 應用程式啊什麼東西 知道他碰到的別的競爭者就消失了 這樣子是一家非常奇怪的公司 然後呢那他們公司的是為了大家好啊 是為了讓每個人的桌上都有一個個人電腦嘛 他們的mission是這個 但是呢他的這個過程完全不讓人參與 然後呢所以當時呢就是要打倒萬惡的這個 這個微軟帝國 然後呢希望說不是for the people 不是說為大家好而做出一些東西來 而是說with the people 就是說讓大家一起做出一些東西來 那是當時open source community 在上一個世紀 這個最主要的一個訴求 那這個訴求其實到現在我們可以說 the open source want 就是說不管是微軟也好 甚至是蘋果也好 這些公司他們都承認說 它的這個底層的東西啊 低級的第一級的東西 這個最好是把它放出來 這個變成大家一起能夠共創的 這個對所有人都有好處 那這個待會兒陳夏會有非常清楚的一個說明 也就是說我們在open source裡面 我們做任何一個project 其實都是有上游跟下游的 下游就是用我們project的人 那他可能是別的project 那上游就是說我們這個project 就是depend on the project 那這個東西整個加起來是一個 ecosystem 是一個生態系 所以我們做open source的時候呢 其實常常有一個心態 就是說我們現在只是在一個生態系裡面 的某一個位置做出一個比較好的一個貢獻 然後呢隨著時間過去呢 其實這個生態系會改變 也許你在做這個project根本不relevant 然後這個project就失去存在意義 可是那沒有關係 因為這個東西在當時 在上游跟下游已經造成了一些影響 所以說不管你做出什麼contribution 如果你就是不放回去的話 那很快它就喪失價值 可是如果你一直往上游推的話 那即使這個東西它隨著時間過去 慢慢慢慢它的使用者不一樣了 那個上游還是會找到各種不同的方式 去讓它使用 那所以我們回來就是說 為什麼到底為什麼我這個一天花24小時 包含睡覺的時候也在想open source 這個我上班不是已經很累了嗎 為什麼下班還是在繼續在GitHub上面coding 那這裡這個有一個Clay Sharkey 他有提出一個說認知剩餘的這個概念 簡單講就是說閒閒沒事感 大家在沒事做的過程裡面 反正本來就是有人會自拍嘛 那自拍也許就上傳到Flickr社去 那如果後來發現說我一封一封回說 你照片拍得很好 讓我用可不可以 我覺得很煩 那我就會用一個開放的CC授權 說好你不要問我了 就拿去用就好了 可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們就發現說 其實這種分享的過程 而不是浪費時間再去談授權的這個過程 其實是非常有趣的 就是說你可以認識新朋友 你可以刺激彼此理解到新鮮的技術 然後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慢慢它就改變了整個社會 大家就覺得說原來我的作品 不一定要是我擁有的 或至少不是我永遠擁有的 它在大家分享的過程裡面 其實是更有樂趣 那當然另外一部分就是所謂的利他主義 就是說我幫助一個人 其實是很重要的 但是其實以前的狀況是說 有一個人有問題 然後你幫他解決問題 你花一分力氣 然後幫他解決一分問題 然後其實你覺得很累 然後他覺得很高興 但是慢慢出現一些開源的工具的話 其實你幫他解決這個問題之後 他就可以用同樣的工具 他就解決第二個人的問題 那這樣一傳二 二傳四 四傳八 八傳十六的結果 就是說你一開始只花一分力氣 可是到最後可以幫非常非常多的人 那這個東西我覺得它才是 在open source裡面 大家都那麼願意助人的原因 就是因為其實你只要花一分力氣 把它放在公開的地方 接下來你就不用再浪費力氣了這樣 那當然另外一個就是說 你可以獲得敬重嘛 大家會覺得說你做的事情很酷 非常有成就感等等 可是這個東西就像剛才我們郭直密說的 這個是建議在一個基礎上 就是說你做出一個貢獻 你不用問過任何人 這叫permissionless innovation 就是說這個你不管做什麼事情 你就做就是了 然後呢就把它分支出去 你也不用問過這個被你分支的人 但是呢當他覺得你這是一個好主意的時候 你又合併回去 那這個東西就是不斷地分支 不斷地合併 這個就是open source它實際運作的方法 那當然這個是建立在一個前提上 就是說你分支想要合併回去的時候 他願意跟你講話 所以這件事情就是互相尊重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是 維繫open source的一個重點 我之前在做open source的時候 常常一醒來 然後就收到好比像說bbc CNN或者是一些其他地方說 你做的這個減反轉換 或你做什麼模組 我們在用 這個我其實也沒有什麼東西要改 但是我想跟你說一聲 這個我非常感謝 如果不是你的話 這個我會浪費十小時之類的 那就是我每天醒來收到這樣一兩封信 我就覺得人生充滿了意義 然後我就繼續做事情 那我覺得就是說 當然人不能只靠感謝信活下去 可是我覺得 我覺得感謝信還蠻有意義的 然後呢 常常有人寫感謝信過來 然後我們就聊起來 那聊起來之後 真的就找一些事情一起做啊 然後比如說一起寫聊天機器人之類 那其中一個寫感謝信來的 過了可能六七年之後 他就跑去蘋果 然後管Siri 然後變成那個部門的主管 後來他去念博士的時候 就說好啊 那不如就找Audrey來做一陣子 就說那也不用面試 也不用怎麼樣 因為大家都花了很多時間相處 每個人都知道每個人到底能做什麼事 那當你就是感謝信 這個收發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其實你就不用再去想找工作的事情 基本上就是所有人 他只要發現說 你的能力適合的時候 那事實上是工作來找你 在Open Source裡面 那所以說這個東西 這個正向文化 就是基本上就是非常希望 大家能夠把它繼續下去 那所以說 這邊看起來就是所有 有非常多嘛 就是靠讚美啊 鼓勵啊 按讚啊 在GitHub上面現在你還可以按愛心啊 按煙火啊 按什麼 有的沒有的東西啊 這個來促進彼此的向心理 那這個東西呢 其實就讓大家在一個很開心的狀態裡面 然後互相補起彼此的這個長短 那這個後來就是有一個上了太空回來 就變成一個很好的人的 那個Mike Shuttleworth 他回來之後呢 就用了一個非洲一個概念 叫做Ubuntu 那Ubuntu其實非常非常難翻譯 如果勉強要翻譯的話 他可能比較類似就是人的這個概念 就是說可能我把我自己跟你是看作這個相同重要的事情 然後呢 我會覺得說我要成為我自己 我必須要是靠我幫助其他人 然後在我幫助其他人的過程裡面 靠這個互相幫助 每個人才能夠完整的成為他自己 好這個非常長的落落長 在那個非洲那邊就是Ubuntu一個字而已 那所以後來呢 他當然有創立一個Linux Distribution 叫做Ubuntu 但Ubuntu這種精神 我覺得才是把就是開放緣碼的每一個人 這個連在一起的一個精神 當然剛剛講的這些啊 不管寫感謝信啊 寫扣啊 寫testing啊 這些其實都是有形的東西 但有的時候呢 其實嘴炮也是非常有貢獻的 也就是說 大部分的時候 大家在解決個人問題的時候 會沒有考慮到 這是不是也能夠解決社會其他的問題 所以這個時候 你在旁邊稍微就是跟別人說 你看你這個東西 只要稍微再多做一點點 它不是更好嗎 好那你也不用做 這個你也不用做任何事情 只要稍微就是稍微暗示一下它 那這個時候呢 他就會發現有一個坑 然後這個坑的形狀跟它剛好一樣 然後它就疊進去了這樣 那這個在open source裡面 這種推坑是最高明的推坑 你去試著這個說服別人 說你這件事情值得做 這個沒有用 但是呢你創造出一件事情 然後告訴他說 這個宇宙只有你能做這件事情 然後它下一秒鐘就掉進去了 所以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就是說在這個互相推坑的過程裡面 其實真的就是open source 越做越龐大 然後越做越捲動更多人 就雖然每個人想要解決社會問題不一樣 但是 somehow透過open source這些都可以連在一起 那我自己參與open source 我學到最多其實是這個 怎麼做政治怎麼喬事情的這個技巧 因為當你處理到一個夠大的這個國際專案的時候 其實你就會發現每一個來的人 其實都是已經帶著一套世界觀過來的 然後每個人都有一個就是最好事情要怎麼樣 但是我們說所謂最好是這個最好是比較好的敵人 也就是說當每個人都有一個最好的時候 到最後什麼事情都做都做不完 所以在這裡呢 一部分當然是要 你要把你覺得怎麼樣最好寫得夠清楚 寫一些to do啊 寫一些remi啊 寫一些roll map啊 但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說 在這個過程裡面 要一直跟你的類似的專案進行討論 再跟你上下游的專案進行討論 然後他們知道說你的專案到底要跑到哪裡去 因為你如果不討論 然後自己寫的話 然後到最後大家就會發現說 欸 你就做了非常重複的工作 然後就浪費掉了彼此很多的時間 那這個東西我們做coding的人 是非常容易犯的這個問題 叫做illusion of transparency 這是一個心理偏誤 簡單來講就是說 我覺得我想到我都已經發在Twitter上了 我都已經放在GitHub上了 我都放在Commilogue裡了 為什麼整個世界還是不知道我在做什麼呢 當然因為沒有人去看啊 而且就算有人去看 它也需要非常多的context 需要非常多的脈絡 所以說我覺得communication strategy 就是你要怎麼樣溝通那個策略還是很重要 必須要是說 欸 完全對你的project沒有興趣的人 甚至完全不想理解的人 甚至覺得說你這個project的方向 根本就是錯的人 你還是要能夠讓他在五分鐘或十五分鐘的時間裡面 知道你的project到底在幹嘛 只有這樣子 大家才有可能在接下來繼續溝通 因為如果沒有做到這樣子的話呢 到最後就是在網路上吵架 那網路上吵架有一個特性 就是時間多的人贏 那就完全不管你的論點是怎麼樣 反正就是時間多的人贏 這沒有什麼好講的 那所以呢大家就會浪費大量的時間 在這種互相戰上面 那當然我們在internet community裡面 我們有長久的這個文化 怎麼解決這種互相作戰的狀況 我們叫做rough consensus and running code 就是說粗略的共識 然後跟會動的程式 除了這兩個之外都不去討論 那rough在這裡並不是暴力的意思 如果大家是硬要一個很精細的共識 就是怎麼樣才是最好的 那就是時間最多的人 就會像這樣子打起來 但如果有個粗略的共識 就是說怎麼樣還可以啦 所以不滿意但可接受 然後就各自帶開各做各的 這樣反而沒事 所以在這裡就是open source的這個過程裡面 到最後大家學到就是說 好啦每個人有自己不同想的做法 那都做做看嘛 那別的做法也應該抱持開放的態度 你與其花時間去說這樣子做一定不能做 不如就是你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到最後說不定還可以合併啊 事實上大部分到最後這樣子就是可以合併的這樣 那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就是 剛剛就是之前講的open source的時候 都是講到說你可以創新嘛 可以fork 但是要怎麼合併 怎麼樣互相喬到一個可以合併的狀態 同樣也是open source裡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所以這裡面就是 當然在台灣的文化裡面有一些就是 不想自吹自擂啊 這個半杯水啊什麼之類的 可是反正就是所謂的這個 萬事萬物都有缺口嘛 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如果你就是看到網路上有一個問題 然後你就去提出一個 就是半瓶子粗的答案 那這樣子的話呢 其實就有非常多的專家跑過來 然後就糾正你 然後就說這樣子才對這樣子 所以你就可以免費得到非常多專家的諮詢 但是如果你不敢問 或不敢提出一個不夠好的答案 那這個就是沒有人管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不怕丟臉的結果 就是會被打臉 可是被打臉的結果 就是你可以學習到非常非常多事情 所以就是臉皮稍微厚一點 我覺得非常非常有幫助 然後接下來其他的就是主動發問 然後幫project取一個 這個你很容易google到的東西 然後反過來講 就是說當別人好不容易找到你的project 然後呢這個花了很多的力氣 然後打了一個很長的問題的時候呢 我們在我們上一輩 就我們這一輩的時候啊 其實常常就會有人 直接寫RTFM四個字這樣子 那在現在就是好像是這個 什麼Let me google it for you 什麼之類的 就是說會有一些簡稱 就是說這個你隨便找一下就有了 你幹嘛還上來問 可是要知道說問題只是一個梗而已 他只是只是怎麼講 想要認識你的一個梗嘛 他的重點是想要認識你 他重點不是想要問問題 所以你如果告訴他說 你去google就有 或你去看說明書就有的話 你就是跟他說 那你就不如去跟書發生關係 不如去跟google發生關係 可是這樣子的話 人跟人之間社群就沒有辦法組成啊 所以就是所有的問題 他不管再蠢 他其實就是說大大我好想認識你 這樣子而已 那所以就是說 如果你能夠很善意的去回答他的話 那這樣子你就就是多了非常多 這個minion可以 可以可以這個 對不起 非常多朋友可以 可以彼此共創 但是如果告訴他RTFM的話 那基本上就是會斬斷這個魂結 所以請絕對不要這樣子做 然後那當然就是說 在大家剛剛聽起來非常正向嘛 充滿了正能量 然後彼此互相鼓勵啊 什麼之類的 那在台灣這邊有一些說法 就是說 欸這樣是不是取暖啊 是不是自嗨啊 是不是小圈圈啊 這些東西 但是我想要跟各位講 就是說當我們在做一個很大的project的時候 其實如果好像爬一個高山 你不是在半山腰裡面升起一堆火 讓大家取暖 然後自嗨 然後形成小圈圈的話 這個爬到一半就凍死了 事實上 Open Source是要解決社會問題 或要解決技術問題 往往是非常非常龐大兼具的 如果你不是有一群人 在那邊取暖自嗨小圈圈 根本不可能靠一兩個人的力量就做完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在心理學上叫做Basic Assumption Group 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當然大家不能永遠停在取暖自嗨小圈圈 可大家必須要停到足夠久到 他覺得說 好啦我往上去攀一點 那我如果摔下來的話 這邊至少有一個community能夠接住我啊 然後還會感謝我說 感謝你幫我們整個community付了學費這樣子 就是說如果沒有這樣子一個community的話 根本沒有人敢創新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在這邊反過來講 就是在批評別人的時候 最好是用友善的態度來批評別人 那這件事情 其實我通常都不會批評別人 我通常就是把它叫做說 這個你腦裡面的這個 既有的刻板印象 固定印象啊 這個快取啊 可能已經過時了 是不是稍微清一下 這樣子 我就是用這樣子的態度 那清完之後呢 他要怎麼樣去載入這個新的現實呢 就是他的事情了 跟我沒有關係 我今天上午這個其實才從一個會議過來 這個會議是有一些朋友們這個是做那個香跟精緻的一些師傅 然後呢他們覺得這個環保署呢 這個要讓他們這個記憶呢 這個受到這個威脅 然後好像還要去凱道上面遊行等等 然後呢 在這個協調會裡面呢 這裡有一個重點就是說 其實環保署現在已經完全沒有在做這方面的事情 但他們確實三四年之前有一個行動方案 裡面可能有一兩個字就是改變文化 這四個字 可能確實讓人就是看到的時候 心裡會覺得不太舒服 他們已經改成改善文化了 然後呢已經並沒有要這個禁止或怎麼樣燒了 可是那個快取就一直存在很多人的心裡 然後包含一些地方政府等等 所以我們現在在做溝通工作裡面的很大一部分就是輕快取的工作 就是說其實現在狀況已經不是這樣子 那大家可不可以看一下新的地圖 地圖上面已經長出很多新的東西了 那當然並不是大家都像我今天溝通的這些這個老師傅 或者道士或者是這些文化研究者那麼容易溝通 很多人在你這樣子好好跟他講的時候 其實是非常非常酸的 可能PH值會低過0 那但是在這時候 PH值是可以低過0的 在這樣子的 就是這樣子的情況 就酸到這個情況之下 通常我的解決方法就是說 我就是看他好比上十句話 十句話都超酸的 但裡面有五個字 我好像可以做出一種比較創造性的解讀 那這個時候呢 我就會做一個擁抱小白的動作 擁抱小白的意思就是說 他這十句話我完全當中沒有看見 那這五個字有建設性 我就專門回這五個字 而且活得回得非常非常之誠懇 那因為其實在網路上面討論的時候 你不是討論給對方看 你是討論給旁邊的人看的 所以旁邊的人就學到說 原來只有這個有建設性的這幾個字 才能夠引起唐鳳的回應 然後呢慢慢地過了一兩輪之後 大家就會發現說 原來我就是花時間在提出有建設性的這個經驗分享上面 這樣子事實上才是有意義的事情 那酸的部分呢完全都當作沒有看到 那這樣子慢慢慢慢 小白其實就會recover 他就會發現說 原來我在現實生活中得不到的這個擁抱 或者這些人際關係 我在網路上面 雖然可以靠這個引戰 來獲得很多人的注意力 可是那就算垃圾食物 那是虛的 其實沒有營養 所以他醒來之後呢 又上去引戰 因為他還是覺得內心很空虛 但是呢 在就是擁抱小白的過程裡面 大家就會發現說 我提出有建設性的東西 我就會跟人產生出長期的這個穩定的關係 那這個才是小白真正想要的嘛 那所以到最後他們就會 基本上就會改邪歸正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講穿的就是傾聽 然後有耐心 因為如果兩邊在網路上比戰 一邊說 我就是等半小時 然後讓你把論點都打完 其實根本吵不起來 所以這件事情其實我覺得非常重要 就是一個Active Listening 一個工作 這個工作做到一個程度 那就會有同理心 那在Open Source 界裡面 養成同理心其實是非常容易的 你只要追一個人的comvlog 你追他的mainlist 你追他的twitter 其實你只要追個一天 你就知道這個人他的世界觀 他為什麼現在在這邊做這樣子的事情 因為我們大家都是working in the open嘛 就是一面做的時候 一面讓大家知道我們在做什麼 所以同理心其實在這個社群裡面 比起其他的社群來講 其實是容易養成的非常多 那當然有另外一個迷思啊 就是說你要挖一個坑 這個你一定要是天才 就是Larry Waugh Guido Linus這些人 但事實上呢 他們其實很難說是天才 就是專才 對 因為我跟Larry一起工作過 然後Linus呢 他也許coding真的是很型 可是他畫logo呢 實在是非常不行 我的意思是說 沒有人是全面都會的 他可能在某一方面真的很會 所以他開始一個project 但是呢 這個專案其實需要非常多不同能力的人 那所以也就是說沒有人是孤島啦 那一個再亮 他可能就是亮一個方向 那任何一個project 他就是要往各種各樣方向都能夠亮起來 在外面看起來才能夠看得到 那這個時候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參與者的重點就是說 雖然你在某一部分 也許比所有的contributor都強 但是還是要保持謙虛啊 因為不然下一個人 他為什麼要來幫你呢 那所以保持謙虛的這個口訣啊 在那個FreeSofer Community裡面 叫做Worth is Better Worth is Better的意思就是說 你只要讓人覺得容易加入 你的社群就會長 如果你做得太完美 別人反而覺得不容易加入 你的社群就不會長 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古老的一個名言 那我就把它翻成就是 劣跡是夯嘛 就是說 就是看起來是比較爛的東西 但是呢 因為爛大家會罵 罵了就會認同 認同就會加入 加入之後大家就會把一起做得更好 例如像某個叫JavaScript的語言 就是最好的一個例子 那所以 就是說它就是最爛的語言啊 真的啊 那但是因為大家就是非常容易學 然後也非常容易罵 也非常容易改 然後到最後現在就是 就是這樣子 那或者就像某一個社群 它一開始logo是長這樣 一開始等到兩位工程師 非常會寫口 但是非常不會畫logo 那個各位如果花個五分鐘 要試圖畫一個比這個醜的logo 可能是做不出來的 這個比這個醜需要天分這樣 所以就是說 但是他們不怕丟臉 所以就那時候在中央院黑客頌 就把那個掛在那邊 然後呢就說 我們來辦這個第0次的黑客頌 但是呢 那當時就Eventwo嘛 一個設計師 他就被這個 一張圖惹怒設計師 就被惹怒了 他就覺得說 他這個渾身不對勁 他如果不做出一個更好的版本 他沒有辦法做別的事情 所以他就花一整天 就畫出一個比較好的版本 你一言我一語 還有投票之類 但因為這個過程都是CC0 都是拋棄著作權 都是丟到網路上 所以大家就發現說 在平板電腦或手機上面 那個OR可能會看成Q 看不太懂 然後慢慢就變成這樣 可是如果一開始 是不是有人非常不怕丟臉 把這個東西丟出來 那豆子會根本不可能 長成這樣子的VI 所以這裡的重點 不只是拋棄掉 一部分的著作拆散權 更重要的是不怕丟臉 然後所以 只要不怕丟臉 基本上就是會有 各種各樣不同性別 不同文化的夥伴就會加入 然後保持一個安全的空間 每個人在加入的時候 都會覺得說 反正我就做我自己啊 然後不會怎麼樣 那這個時候 就可以欣賞各種不同的社群 跟獨特的這個協作的方式 所以很有意思的就是說 在開放圓滿社群裡面 大家可能常常會展 什麼東西比較好 什麼東西比較差 現在什麼語言流行 什麼之類的 可是這個後面底下 大家是同一個community 那這個community 就有diversity 就是有各種各樣不同的專案 但是底下有solidarity 就是說你不管做什麼專案 那都是這個community的一份子 那大家這個run到一個程度 像剛剛過直密講的 就會開始想要自己發起一個核心專案 或者把某一個專案的maintainership 扛到減少 那這個是你就跨入一個完全不同的境界 那就是用open source 或者是稍微contribute一下是一回事 但是當你是maintainer的時候 那個是完全不一樣的事情 事實上那個負擔是比一般的公務員還要重的 因為一般公務員有下班時間 那作為open source的maintainer 你沒有下班時間 因為全世界都有人在用一些軟體 每一個時區都會有人在他的上班時間寫信過來 要你解決事情 所以這個時候當然你的那個責任是非常重 那當然責任是好事嘛 就是你會變成更好的人 那這個時候自己做時間管理 做什麼番茄中 做inbox zero 做GTT 就變得非常重要 因為不然的話你就是run the clock 永無止盡的都會有求必應 那這個時候burn out 就是說完全沒有時間再去處理性的事情 基本上是常態 所以在你進入那個狀態之前 就是自己的時間管理真的要先練好 這個是血淚之談 那當然另外一個重點就是交棒 就是說當你maintainership做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就會發現說你還有別的事情要做 你可能有新的專案 你可能有家人要照顧怎麼樣 但總之就是沒有辦法再當maintainer了 那這個時候就會發現說 這個是一個笑話 就是說我們在那個寫coding的時候 我們知道說如果你有一個好的interface 那你有責任下來的時候你可以delegate 給任何能夠做這件事情的人去做 但是你如果沒有把這個界面寫好的話 就會變成是完全一整包的繼承 就是說你現在要做的事情 你下一手要做 然後他還要做更多 那這樣的話其實每個人負擔是越加越重 但在有一個好的治理模型的open source裡面 是隨著它的治理越來越多人 大家就會有很多interface 處理技術的一塊 處理marketing的一塊 處理user relationship 一塊等等等等 那這個時候當這些interface出現的時候 這個maintainers才有可能去把它交接 慢慢delegate給不同的社群成員 然後在他把自己的責任完全放下之前 所以我們說巴士術嘛 就是說有幾個人被巴士撞死了 這個project就不能繼續了 這個東西才能夠有效地慢慢慢慢增加這樣子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這是一個循環啦 就是說maintainership一定還是會交出來的 這個是project cycle的一部分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說 你參加這個open source的過程裡面 到底有沒有把你接下來要接班的這個人 揚起來 要這個工作才能夠繼續 如果因為你超強 你一次接了三四個不同的project maintainer 然後到最後都卡在你一個人身上 然後你離開了 其實你往往是對這三四個project造成了傷害 而不是說這個你多厲害這樣子 所以在這裡面 英雄主義是最要不得的 最重要的就是說 你人他到底能不能夠記得說 好比像說我現在沒有做pro6很久了 可是pro6社群裡面常常會說 當年這個Audrey還在的時候 他是這樣子在處理這件事情的 因為說穿了就是到最後我們能夠記得 就是在彼此心中的這個樣子 那所以因為一切都是在公開的狀況下開發 所以就會有很多完全不知道 以前發生過什麼事情的人來 然後爬log 爬commylog 然後爬mainlist 然後到最後就說 原來我就認識你了 然後認識這個人了 我就可以用這個人做事情的方式 繼續把這個專案做下去 所以這部分是非常重要的 那當然回到最初一開始的初心 我們就是要一起學一些事情嘛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不管是教導還是分享 然後再吸收再分享 這個才是所謂的open source的這個core value 所以到最後就是都是彼此的這個分靈體 就是soul charts 就是所謂張璇說 就是我們不在左右 只在彼此其中 這樣子的狀態 因為當open source做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會覺得說 我在做的每一件事情 你看它的credit 看它的author list 其實真的就是一大堆 各自有不同這個懷抱盼望的人 然後集合在一起 把這個非常非常大的事情 然後把它做成了 那這件事情本身其實是非常開心的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只要不burn out 基本上大家都是在一個開心的狀態 那這個圖裡面 這我提出一個概念啦 就是optimize for fun 當時我在做那個pro6的編譯器的時候 大家說這個編譯器到底是要 這個optimize for memory optimize for speed optimize for什麼東西 然後我就說沒有這個編譯器是optimize for fun 就是說它的重點 並不是要省記憶體 也不是運行更快 而是讓參加編譯器開發的人 有最大程度的樂趣 那為什麼呢 是因為這是一件非常非常艱巨的工程 如果不是有一大堆人 然後都享受了一陣子的樂趣 然後全部疊起來 事實上是不可能完成的 當然最後我們完成了 所以這裡的重點是說 要有一個非常穩固的基礎 然後人跟人之間要有連結 然後才可以有各種創新的 有一種新的看世界的這種方式 那這種樂趣才是給我們去做出這種 任何一個人都沒有辦法做成的東西 那所以其實我們看這些大的這個封碑 這種這個大的open source project 不管是這個open stack也好 或者是這個tensorflow也好 或什麼也好 這個東西當然你從遠處就可以看到 但當你走近的時候 其實就是一堆市集嘛 一堆bazaar 一堆人在那邊去說 我這個今天要做什麼 那天要做什麼 然後這個的上游跟下游 你都可以在這附近發現 所以這個東西當然是吸引人過來 但是你來了之後看到的 其實就是不同的人 所以在這點上面 這讓我很高興的是 這是Gitler logo 而且不是Linux化的 就是這個logo的重點是說 我覺得很好 就是說project裡面你可以分支 分支之後人跟人之間是有連帶的 然後它跟外面的世界 更大的這個環境也是有連帶的 那我覺得這個是open source就是我參加 學到最多的事情 那在當年這個 我也是曾經參加過高家陽開發 一個叫SVK的版本控制系統 那我們當時也是這個在Ecosystem裡面 佔有過一個Niche 可是Git來之後這個Niche就消失了 所有人都跑去用Git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我覺得 就是說我在重新學Git的時候 這個當時是抱著一種 好吧那不得不學的這個心情 那學了之後呢 其實我覺得我對做人這個也滿有幫助的 因為它這個取command的方式 這個很有趣 就是說我們在做open source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說每一次每一天醒來的時候 腦裡也快去主動清一下 然後把新發生的事情 這個就是接受到自己這邊來 然後接下來呢 這個Git command fetch完之後就是要merge嘛 就是說把我們目前對這個世界的看法 跟這個世界新發生的事情 把它合併起來 然後合併起來之後呢 你就可以做一些事情 你做一些事情就是把它處理它 然後把這樣子merge起來的understanding 做到一些你覺得可以讓世界更好一點的這個方向裡面去 那command完之後當然就是要push 那很多做這個創業的朋友們 這三個都會可以做 但是我覺得做open source的朋友的特點 就是說我們每天都愛push 那push的意思就是說這個東西已經不是我的了 當我們把它放出去之後 我的意思就是說任何人都可以拿它 然後往任何他喜歡的方向去做 那所以大家就是每天都在練習放下 然後這個放下你對你的這個作品的這個我值 但是因為放下這個東西 所以才可以認識更大的世界 然後做出更大的東西來 好 那所以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